大家好,我是阿渡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淮南牛肉汤的作法 其核心就是汤底的熬制 熬制刚刚需要的食材有 三斤牛骨,两斤鸡架 将它晃入清水中,清泡两小时,漂去血水 捞出沥水备用 准备姜片50克,大葱段50克备用 调味料用到鸡精100克,盐300克,冰糖50克 味精100克,胡椒粉20克 准备牛肉2斤到5斤 这个量可以根据生意来决定 一般一碗不超过8片 煮好的牛肉最好是当天用完 牛肉需要先腌制一小时后再炖 用刚才备好的300克食盐涂抹在牛肉的表面 让它快速的入味 腌制好以后备用 准备一个香料包 桂皮3克,炒果1克 橙皮2克,花椒6克,茅桃5克 小茴香5克,丁香2克,三奈5克,白纸8克,干姜12克 白克3克,八角3克 甘辣椒15克,川沙仁3克 将所有香料装入砂巴袋中塑紧 牛肉腌制好以后开始熬制底汤 牛骨鸡架先焯水 然后晃入到装油50斤清水的桶中 晃入备好的姜片大葱 晃入牛肉道桶中 大火烧开后转中小火熬制2小时 中途熬制到30分钟的时候 放入香料包,胡椒粉 熬制到1.5小时的时候 放入鸡精,味精,冰糖 熬制2小时后,关火 将桶中的牛肉捞出 自然放凉备用 香料包捞出溺水 冷却后放入冰箱保存 还可以用两次 牛骨鸡架不用捞出 让它在桶中煮着 好了,以上就是淮南牛肉汤的汤底熬化 喜欢视频的朋友 请帮忙点赞,关注,转发